天生活有才能 最后一句话呢 是仰望星空是动力 脚踏实地是基础 20岁的你们 要心怀大志 做一个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中国好青年 和可透 谢谢班人 谢谢 晨晨你这个三碗鸡汤啊 真的是够浓啊 不过还挺好的啊 但我有一个 有仪式不明 向您请教啊 你有这么多武功 你有这么多能力 你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 去做一个业务 然后要去做讲师 去做培训呢 就是说 你的出发点到底在哪里呢 您说的是非常对的 其实这个我也思考过 您说的是这个点子上 也是我在这个人生的拐点 然后一个重要的 一个选择的这个时候 所以前期我报了这个节目组 然后我也很荣幸 通过了 然后进来了 所以我报的岗位是总柱 就总柱 我希望在总柱的这个位置上 我能够在各个方面 能够学习到 更多的知识 和做人做事的道理 因为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 其实你是有一个专业技巧的人 刚才你说到降噪 其实我们就在做极致高清 这些东西我认为 你都能去做 能做一个很好的销售 在业务端 会有一个很好的 未来的发展的空间 而且我就说实话 晨晨 我真的其实从你上台 我特别喜欢你 在你讲你的这个 第一个PPT 讲你的专利的时候 我当然觉得 真的特别为你点赞 我就情不自信地给你鼓掌了 但我一往后面走 你知道吗 我就 我的心就觉得 哎呀 你知道吗 你虽然跟浩阳说 你每天的时间管理 你跟他差不多一样 这个睡得很少 很拼 但你知道吗 你们俩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他很 他虽然说每天很忙 但他在为一件事情努力 就像把他自己当下的松水来做好 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你什么都想抓好 虽然每件事情 确实有一些成绩 但我觉得你现在 在这个年龄段 我觉得有点急 你可能是不是需要去 聚焦在一两件 你特别喜欢 特别擅长事情上去 对 哎不要听他们的晨晨 千万不要听他们的 他们根本不懂你 你知道吗 这是一块普遇 你不要说普遇上面 有些石头都说普遇不好 那是因为你们看不到里边的遇 浩阳就是因为是一块普遇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在 最合适的地方 让他变得更加发光 他做深度学习 怎么不适合我们呀 完美呀 那问题浩阳 浩阳 那个问题是他没想做这个 他不是想做 他想做的是总组和培训师 所以那个晨晨啊 我想跟你说几句 因为我的个人经历 是跟你非常非常像 我可能从一个普通家庭 考试到清华 我十年 你可能念完书买了车 我是博士毕业就买了房 其实是靠我中间 所有的打工赚出来 我念博士阶段 每天下午七点钟 我是到另外一家美国公司 都别忘了 我什么时候 都不忘了 都不忘了 都看了 在下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